行车记录器清楚拍下 一台蓝色轿车从左侧切换车道 这一患不得了 整台车被撞翻了 180度翻转 还向前滑行30公尺 看得令人捏把冷汗 而这起事件经交管部门调查 认定切换车道的驾驶应付全责 后方来车并无罪 但整起事件引起舆论沸腾 认为后方来车逼车逼得太紧 应该也替着起交通事故 负起部分责任 否认自己不让行 而从行车记录器判断 当时蓝色轿车被撞 整台翻覆 开在后方的驾驶 第一时间并无下车查看 被网友虚报 认为这名驾驶 未免太冷血 急忙澄清 当时不是不救人 而是先到后车厢 拿检视标志 要后方的来车注意 别撞上 车主出面一次讲清楚 盘整起事件能尽快落幕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